好 物价全面飞涨不只是泡面跟饮料 现在小吃也悄悄变贵了 像是臭豆腐 原本一盘45块 现在是50块 Macong肉饭也跟着涨5元 另外呢 包括了面条也都涨了10块钱 店家众口一致的推到了上游 说是原物料变贵 他们没办法不涨价 冒着热气 Q嫩有劲的面条 香喷喷的炸酱面上桌了 不过原本只要50元一碗 现在得多付10块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会涨 泡面啊 饮料啊 都会涨 拿起小吃店的菜单 45元的臭豆腐 三月开始涨到50元 搭配三样配菜的控肉饭 也从70元小涨5元 饭内涨 面也涨 还一下涨两成 可认碎碎念 老板更无奈 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涨一点 涨一点这样子啊 那你全部加起来 你就会觉得不涨就利润就没办法 就只有差不多做够工钱而已啊 实在不得已 就拿着料理台上的每一项材料 酱料 面条 油 没有一项不涨价 做的是小本生意 苦撑下去就怕自己得先关门大击 因为上游仓价早就涨翻天 来一桶多少 900出头吧 现在大概930啊 这个是之前黄豆在大涨的时候啊 就连这一箱豆瓣酱从三年前850元 涨到1150 将近两倍价 只有这一盘咖喱饭降了5块 原因是因为肉也涨价 老板附和不了 咖喱干脆不加肉 只有酱才能降价 面对高物价时代来宾 只能说为了寄快钱 也得斤斤计较 中日新闻 王树铭 路易台北产榜报道